科技化时代智能贩卖机越来越普及 功能也跟着进化 智能贩卖机还有这一款属于多温层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在最上面这一层温度是在17度以上可以放面包 而中间这一层温度大约是落在10到15度 可以放像是御饭团或者是一些生鲜食品 而最下面这一层温度较低 大约是落在3到7度左右 最下面这一层可以放是牛奶等等的食品 同一台贩卖机里头有需要5度C 一项冷藏的沙拉机中肉 根只需要是8度C冷藏的御饭团 但为什么能放在同一个空间 秘密就在温控 这是下层的温度 目前是5度 摊开后台数据温度控管一目了然 若超出范围工程师及时调整 而这台多温层贩卖机 B系传统贩卖机 销售额更是半倍成长 贩卖机可以让我一次买到三个温层的商品 那就是很方便 让我不用再特别跑到便利商店去 我在捷运站 我就可以一次满足我的需求 另一款拥有42寸触控面板荧幕 除了贩卖一般饮料食品外 赖点数卡也买得到 结账方式除了传统的零钱 也能选择多元支付 来陪比一下 付款完成商品带着走 这台贩卖机还藏有大秘密 向这位年约三十出头的年轻男子 走向贩卖机买东西 这个小孔洞就会进行人脸辨识 三秒钟后自动播放 年轻男性最爱的运动品牌广告 精准投放 让业主更能锁定 目标可群 这是我们判别年龄层跟性别的后台的数据 最大的秘密就藏在后台数据里 消费者分性别 每五岁再分一个区间 精准抓出在各捷运站内 每台贩卖机的不同客群 要创造更多商机 同样的有AI功能的一个贩卖机 跟传统的贩卖机摆在一起的话 至少在有AI功能的话 它可以提升大概三到五成的一个销售额 在人力产本提升 跟疫情推升无接触消费下 专家看好台湾自动贩卖机市场 有机会在五年内成长百分之五十 未来三年 只能贩卖机数量 可以达到两到三万台 而目前还是以传统贩卖机居多 全台约十万台 若是从全台市占四分之一的大厂来看 年营收高达约十八亿元 专家推估 一年自动贩卖机的产值 就超过七十亿 传统的可能占八九十percent 那可能大概只有十percent 二十percent是属于智能贩卖机 数据是相对的 它渐渐的会提升 后续后续也会达到五成后 以后就是相对的 都是走智能贩卖机的一个市场 随着贩卖机的普及 全面智能化 势必是未来趋势